共业和各业二者果报的关系 在上一篇文章里曾提到过共业 共业就是很多人一同种下恶因后产生的恶报 最好的例子就是 现在还在酝酿和广泛讨论的温室效应 我们不能说某一个具体的人要对此负责 基本上我们大多数人都有一部分责任 恶因已经种下 如汽车的尾气、工业废弃 过度开采森林资源等等 都是这个大因果中的因 同样根据因果定律和天理 恶果会自动排列 并在未来的某时报应出来 恶因种下后也不是就此潜伏下来 不产生影响 而是对地理和天时都产生影响 逐渐积累 直到报应时刻来临就爆发出来 就像目前大家都已经注意到了 温室效应带来的变化 气温升高 天气剧烈变化 冰川融化 臭氧层漏洞等等 就是恶因在积累 至于恶果可以预见的 就是海平面上升 陆地减少 海边城市被淹没 人类的损失将不可预计 在这种大规模的天灾发生的时候 恶的果报会影响哪些人呢 是不是在天灾中遇难的人 都是在命中注定要受贡业的果报呢 实际上在这种天灾中 受难者并不都是在其命中有着一难 很多人本身的命中 实际上都有更长的阳寿 和更多的福报或夜报排列在今世 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在命中这时该有一劫 劫就是一个比较大的 集中的业障的爆发 反映在图腾上就是 一个影响面比较大 浓度比较高的黑色气场 而贡业所带来的恶果 就是我们外部环境的黑气 田灾就是供业将要成熟爆发的状态 就会呈现出一种非常浓的 覆盖范围相对比较大的黑气 如果这时候命中有劫 且身上带有浓浓黑气的人 本身就在灾难要发生的地方 或因某种原因来到这个地方 就会再劫难逃 而本身有足够大的福报或功德 即使命中有劫 身处劫地 也有生存下来的可能 或者即使已经订好机票 也会因种种原因不能成形 而避开劫地 当然那种人间地狱的惨事 但凡经历了 本身也是非常痛苦的贡业所为 在天灾中 也有一些人 虽阳寿未尽 遭劫不死 但却因为被贡业所覆盖 仍没有挣脱出大的环境 那么这些人下到地府 依地律不会被接收 只能飘荡在人间成为游魂 直到阳寿尽为止 所以在天灾或战场上 有很多这样的灵性 这是一种非常可怜的境地 负性能量在阳性能量的包围之中 可趋的地方少之又少 自身能量在不断地削减 即使到期可以被地府接受 但本身的灵性力量 已变得非常弱 或者在等待的过程中 怨气积累 而走上其他的路 所以家人更要尽快 帮助超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